哪里呢 我是一名收纳师 叫我小娜就可以 小娜 对 大家好 我是小娜 我的抖音账号 是娜爷的收纳研究所 我现在的职业 是一名收纳师 小娜 你好 请坐 你好 你好 请坐 我们刚刚在聊天 那你到底演什么角色 其实我跟你没有对手戏了 在1997年的时候 我是在北京地区 演我们北京的部分 然后你是在香港地区 演香港的部分 哦 你们是分开拍的 对 是分开拍的 你是跟哥可云他们拍的 对 你让我 你怎么不听啊 嘿 我想说 你演过那么多戏 童星呢 就叫做 对 谢谢 能不能现在跟法庸姐 演个刚才你的那首歌 来 过去跟她演一次 还是那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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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来 哪里说啊 你告诉她你想要的风格 甜蜜的 甜蜜的啊 对 好 来 Action 超级爱豆的笑容 超级爱豆的笑容 都美你的甜 辣与晨梧的阳光 都美你耀眼 热爱105度的你 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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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能让客人端菜呢 真是抱歉 好 有点失礼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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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朋友们 我们是来吃饭的 你们一路聊天一路吃 好不好 这个好好吃 我这个先端过去 给他们尝一下这个 好香哦 这些都是我们店的招牌菜 来 我来推荐一下 我们餐厅的特色菜 我们这款呢 敢吃笑呀 你一定要吃 一吃之后啊 一定帮你 不会亡掉 哇 这个我觉得好棒 吃东西的时候真的要吃东西的啊 我跟你说 啥都别管 谢谢 谢谢 哇 这个好好吃 好吃 是啊 哇 谢谢 吃多一点 不过刚刚看你那表演 果然你这个外号 名不虚 名不虚传 你这个外号是什么 油钱 油钱 其实这个是有贬义的 其实说我就是 说我像油田的时候啊 包括还有看到很多 也有私信说我 哎呀 我看你就恶心 我也一直在翻评论 在翻评论 不停地在翻 有有有好有啊 真有啊 太有了 哪里有什么感觉 会不会觉得啊 我就不皱了 没有 我一开始觉得 就像法荣姐说 觉得好像是 一个贬义词 但我后来慢慢发现 其实我觉得很多网友 他们是很友好的 嗯 他们也没有故意去贬低你 对对 没有骂你 他只是一个形容 哎 只是一个梗 对他们好像就喜欢 拿你开玩笑 因为觉得你这个人 是一个很好玩的人 对首先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人才愿意开这种玩笑 对 所以那我就啊 那我干脆就 用大家喜欢的这样 和大家认为的这样的方式 就拍了几个这样的视频 然后结果我觉得 大家还是确实 还是蛮喜欢的 越来越喜欢了 蛮喜欢的 我觉得我就是个丑角 但我并不因为这个被骂 就丧失了信心 其实现在大家的接受度啊 容忍度都很开放的 是海纳百川的 我还想努力用我喜欢的方式 去把这个丑角做到极致 我觉得他是个挺正面的人 我觉得他还是挺努力的人 看到他很爱表演 就你看看他很努力的去做 就是每一个表情都会 都是做得很 他们就说说你 就说我其实是一个 比较硬朗 硬汉一点的 那如果我做那种 哎 你知道就是 油的时候需要什么吗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西云 我去帮你冲一包啊 给你冲好的西云小绿来了 哇 谢谢 西云就是好喝 哎 你说的负面的 我很想问一下 大家会怎么处理 你们的负面的那些 新闻啊或者是什么情绪啊 或者各方面的事情 其实真的你做什么事情都有人嘛 但是也是一个关注点嘛 像我选上个小姐的时候 就是大家就说我是大夜门 但是因为是大夜门 很多人都会关注你 然后就会出现很多负面的声门 很多人都会说 哎 陈法荣吃一个饭盒不够 还要抢人家的饭盒吃 真的吗 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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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抢人家的饭盒 没有 没有 有一个更弥补的 我爸爸会送我去 就是送我过去嘛 然后就说 哎 原来他还有个男的 那个老的男人 跟他一起拖着手去送他 然后这是我爸 然后也会 因为他都说我有一个牺牲子